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今天是圣诞节 祝每个人都有一个平安快乐的节日 过节呢,我还是请大家赏花吧 眼前的这株兰花呢 是一株迷你万代兰 它的名字呢 叫Venda Cosilus Lilac Blossom紫丁香 现在开得正好 一串花差不多呢 都快开了,还剩下五六朵 已经开了大约有两周多了 它的花期蛮长的 可以开到六周左右 这株兰花在我手上呢 是第三次开花 它呢,装在一个小花盆里 长得非常好 通常这一类兰花呢 在暖和的地方呢 都是裸根种的 但是在多伦多呢 比较干燥,尤其是冬天 保持它湿润呢 并不容易 所以的话呢 我的万代兰呢 都是盆装的 基本上质量呢 都是颗粒稍微大一些的树皮 偶尔呢 也会加一点木炭在里面 长得还都不错 这是我最近介绍的 迷你万代兰里面 第二颗开花的 这是一株 Primary Hybrid 它的两个母本呢 两个亲本呢 都是原生的 一株呢 是虎尾兰 Rinco Stylus 另一株呢 叫做鸟蛇兰 Asco Centrum 都是小型的万代兰 这株杂交的效果呢 相当不错 很容易生长 很健壮 又容易开花 花色也很好看 不过呢 它没有香味 它的亲本之一 虎尾兰呢 其实是非常香的 有的时候呢 都有可能会香过头 但是这株呢 一点香味也没有 不过它照看起来呢 非常容易 它对光照的需求呢 不像大型的万代兰那么高 中光偏高就可以 和卡特兰差不多 对湿度的需求呢 也没有太多的要求 当然了 如果能保证 它的根部湿润的 那最好不过 那就是为什么 它在我这里呢 用盆装起来 它长得很快 给你看一下 现在呢 这一盆呢 已经长了好几株了 根呢 也长得很好 看起来是不是相当健康啊 夏天的时候呢 它就挂在我院子里的樱桃树下 我呢 是天天浇水的夏天的时候 就用水龙头呢 直接往上浇 差不多一周一次呢 会喷肥 喷肥的话呢 也是用一个喷壶呢 就是连叶子带杆子带根呢 这样一起浇 差不多是每周一次 均衡肥就可以 我很多时候呢 喷的都是浇素 那现在在室内呢 我基本上呢 就每隔一两天 两三天 会给它泡水 会把外面这些根呢 也在水龙头下面呢 冲一下 肥料呢 基本上是停了 有时候呢 也会泡水的时候呢 加一些酵素在里面 就是这么简单 它照看起来呢 特别容易 回报呢 也非常可观 你看 它的植株呢 本身呢 不大 可是它的花枝呢 其实是蛮大的 和它的植株相比呢 相当大了 这就是今天呢 请大家欣赏的这株 迷你万代兰 Vanda Co-stylus Lilac Blossom 紫丁香 再一次 祝大家圣诞快乐 谢谢